够勇猛 够肌肉 超级猛的车 是不是就很像是库里南的那个钓鱼座椅的感觉 这才是猛男开的车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问题少女小向 那上一次呢给大家拍野马的时候 你们就给我指证说 这个不算是很纯粹很纯正的肌肉车 它是一台Pony Car 它不够肌肉不够猛 谢谢大家指证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台 够勇猛 够肌肉 超级猛的车 这是我身旁的这台全新一代福特F150猛琴 你们要知道 不是所有的F150都是猛琴 那如果你们觉得F150是一台工具车 而猛琴呢其实更像是一台男人的玩具车 不是所有的F150都可以被称作猛琴的 这台车呢是完全可以带着你去完成你那些 横跨沙漠 驾驭各种艰险路段的激情和梦想的 那最重要的信息呢放在最开头说 这台猛琴是一台服用加价的猛琴 那它呢采用的是厂家直销的这么一个模式 这台好像电视购物啊 厂家直销不加价不加价不加价 只要68.68万元就能拥有 那其实这台车在六月份刚刚上市的时候 我就在小红书上有被刷屏 各种人都在秀他们交了意象心的这个截图 所以它的订单量其实也是很火爆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颜值啊 这台车它整个前脸的角度看上去就是 超级有冲击力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在拍之前就在想这台车这么大 然后我已经够瘦了 我在边上看它需要显得有多小只啊 那么给大家一个问题 以支猛琴的车高为一折九二mm 小上的身高为 然后呢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 这台车在外观上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啊 就是这边的大灯 那它原来采用的是一个纤细大灯 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回旋标示的这么两个LED的大灯 所以它的照明亮度呢也会比纤细大灯更亮 那其实这台车它最大最大的一个变化呢 就是整个后旋带的这么一个结构 从原来的钢板弹簧呢 它变成了一个螺旋弹簧的这么一个架构 原来的那一版呢 可能钢板弹簧它的这个好处是在于 它的承载能力更强 但是会在操控性上会略顺一筹 但是变成了五连杆之后呢 会让整台车的舒适性和操控性更强 然后再加上它配备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减震器 也让这台车会有更好的一个高速穿越 高速越野的这样一个能力 包括即便是换了新的架构之后 它的整个单轮的承载能力 还是可以达到450千克的 所以说当它作为一个男人的大玩具的时候 其实整个车这个新的悬架的一个结构的能力 也是完全能够满足你的使用需求的 那现在呢其实很流行露营嘛 所以你完全就可以开这一台账的皮卡去露营 也是绰绰有意的 那前面厂家跟我们介绍的时候有说到 因为这台车它用的是一个直销的这么一个模式 所以说呢它未来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车主活动呀 以及权益去支持我们想要越野啊 或者想要拓宽各种各样生活方式的这些车主 包括这台车它的这个货箱啊 还增加了一个原厂的这么一个盖子 防尘防土 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 就是你把这一块给放下来 然后坐上去 哎呦 是不是就很像是库里南的那个钓鱼座椅的感觉 然后你坐在上面 然后看看星空啊 钓钓鱼 你整个哎 这个逼格就上来了对不对 这边后面它还增加了一个400瓦的这么一个交流电的向外输出 所以你在外面露营的时候 你也完全可以去接一些你所需要的设备 整个体验感一下子就拉满了对吧 另外呢就是这台车它的油箱大小是136.3升 然后它油耗是11.5的样子 然后换算下来呢就是你这台车的续航跑个1185公里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呢这台车它的颜色有橙色呀蓝色黑色白色什么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抖音上刷到过一台猛男粉的猛琴 就是那个老卢的那个猛琴 我就觉得这才是猛男开的车吗 那进入坐舱呢你会发现这台车它整个那是还是那种美国车很简单的感觉 它就是简单而不粗糙 然后这台车呢它变成了一个很有科技感的内饰感觉 是一台很智能的皮卡 你看啊它整个中控屏幕很大变得大了很多 然后的话ETC这边它有配一个装置 你就是买了这台车你不需要再去办ETC 你可以直接微信上面操作 那就直接可以开出去就完了 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比较智能的地方 包括这个整台车是可以进行OTA升级的 我觉得这点也不错 还有就是它的配置方面啊 它的配置前排都是有座椅的加热通风的 后排呢是有座椅加热的 有一个小地方我觉得特别好给你们演示一下 就是你按这边它的挡霸会收回去 然后呢你这边就会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台面 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超级适用 为什么我经常就是中午的时候去充电 然后我就在车上吃饭 也没有个台子什么的 这点能不能补及到所有的车上 包括你去露营啊去掠野 这个一个大的工作台子就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还有一点在科技配置上 这台车因为它车身很大嘛 它是有360全金以上的 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点 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 这台车呢它有一个一直被诟病的地方 就是它取消了4A的驾驶模式 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有去了解一下 它如果说取消了4A之后 它是可以非常显著的减少这台车的油耗的 那么对于厂家来说 取消4A又减省成本 然后又可以去应对中国的法规 是不是两全其美 这笔账你们会算吧 但是我知道啊 对于很多人来说 猛禽它的灵魂啊精髓 就是这么一个4A模式 而会有人觉得说 没有了4A就不那么完整了 现在呢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台车的后排空间 这是我讲过的最纯粹的 真正的后排空间 应该就是这样的 看我可以在里面游泳 但像我这样的身材呢 其实就是在这坐着也好 刚刚试了一下 我斜着平躺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那么它的座椅去哪呢 你看 它的座椅是可以完全的折叠起来的 那座椅放下来之后呢 输出对也还可以 然后整个空间反正是非常非常宽敞的 这一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在动力方面啊 2.3T的野马 你们说那个是野驴 那3.5升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这么一个猛禽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那它的这个动力输出呢 也从原来的380匹 上调到了423匹 所以说它的性能是更强劲的 毕竟猛禽啊 猛禽是性能皮卡 不是普通的拉货的车啊 所以每个女孩都值得拥有一台这样的显瘦神器 每个男孩也值得拥有一台这样的大玩具 有没有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是小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